如闷之闷深圳战,西安战同一天开票 观众对如闷之闷的秒空能力已经司空见惯了 毕竟这部话剧的主演是肖战啊 相比较之前的秒空 三城巡演的抢票大战似乎更加激烈 也就是说,这两战的票已经不能用秒空形容了 很多观众的体验都是这样 别说是抢票了,网页压根就没法正常打开 直接连抢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在抢票大战结束后 很多观众都怀着惊讶与懊恼的心情 说又陪跑了,或许是如闷之闷成绩太斐然 媒体的印象里没有他创造不了的记录 当天并没有太多的媒体过多的报道该盛况 即便如此,肖战版如闷之闷的辉煌 依旧有科学的数据做支撐 在观众们因为陪跑而沮丧时 媒体爆出又一个消息 有媒体在某一线平台的指数榜上发现 如闷之闷深圳站西安站开票当天 七主演肖战的位置超过1.2亿 令人嘖嘖称奇的是 这个位置日环比高达319.26% 观众们看到这个报道后 在表示惊叹的同时也恍然大悟 自己之所以陪跑 确确实实是因为想要清零如闷之闷现场看肖战的人太多了 正所谓周少森多视野 另外有粉丝表示 肖战一直是微止最高记录的保持者 此次肖战微止再创新高 也算是自己打破自己的记录 这是肖战如闷之闷继九成巡演后 再次参与十周年的三成巡演 从相关消息来看 三成巡演后 肖战不会接着出演这部话剧 至于他以后还会不会登台话剧舞台 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正因为这样才会有那么多观众处刑几率的想得到一张票 将肖战版如闷之闷强调盛况推到一个极致 从观众的殷切期待来看 肖战的舞台魅力是比较迷新的 在经历九成巡演后 观众对肖战版如闷之闷的期待愈发浓烈 可见这版如闷之闷确实有不少的亮点和艺术价值 作为粉丝 你看到肖战一如闷之闷微止再创新高 有何感触和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啊